就像剛剛的尼總一樣 不 尼莫 跟剛剛的尼莫一樣 這是第五名 這一群的視角 他就像第四名翔哥 尼莫在後面 現在三包胎狀態 右前方是翔哥 左後方是尼莫 噢 煞車太慢 閃過翔哥自己衝出去 沒有撞到那盒人 不過也可惜了 前後假攻的時候壓力真的很大 尼莫也順利的超過翔哥 有一點比較慢 下車翔哥都衝回來了 沒有 除外速度還是尼莫在優勢 完全關門 第十四拳 第十四拳 季群 再次追上翔哥 爭奪第五名 這次MX45的賽季 我們採用了 兩倍的拆號 1.5倍的友好 所以 差不多 一出來 MX45 可以抓50 後續近皮特 可以加45 非常非常極限的 接近一挺 可是 不太夠 就差一點點這樣 所以 如果神遊說不定可以拼一挺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用這樣的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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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點好像稍微拉開一點 不過名字還稍微可見 哇 尼莫創下本次的新紀錄 2分03.882 秋 limited 為什麼 會沒人會用這個 拉開了 好 就是 然後 說 是 有 她 可以 有 有 她 有 是 第十七圈 好像總算圈數有跳比較大 總統輕易的超過我 拿到第六名 從後面蹭上去 這段時間很迷在 因為我剛好在休息 所以都沒有直播 所以要弄得這樣 我覺得這一集好像有一點點 我的聲音部分好像有一點點沒有對到頂片 完全咬住囉 我們要守住內線 我也跟著他走內線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幹嘛 不過他開了內線出來 因為他太慢下車了 這個王我沒能往內擋 他插了進來 保住了第六 好像稍微慢下了一點 好像稍微開出去 再往插回來 繼續這個爭奪第六名 還會跑太遠了吧 還會跑太遠了吧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可以潮得掉 好 怎麼辦 轉了一個 超級大外圍 又來一個超級大外圍 應該會不會追上 我覺得 雖然影響沒有我想像這麼大 還蠻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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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自己之前的紀錄飛差 快了 0.28 0.30 0.30 拉電腦的名字保持 一直出現的距離 超過0.30 0.35 0.38 0.5 0.6 0.6 要0.6 一口氣咬錯了我 前方好像有 腰狐 在前面的還看不到 六丸我搖擺了一下 一下 輸完輸大了 總總順利超車 馬上到地鼓 我們不是再生第六名嗎 咦 之後 第二名的謝老闆 後面這位是誰 也太快了吧 你非常休猛的速度 急速逼近 內線被搶去 這是季群 下身到第二名 繼續下身到第二名 很意外的這個賽季一開始 下老闆就沒有在第一獨跑 記得之前二人一的時候 幾乎都是他一開滑就不見了 沒有,沒有啦 不怕 不行 好 明明 快 조말 沒有 你 沒 踩 快 感覺整體來說應該是先有反輪步調快一點 後面還有第四名的泥墨 不知道何時會跟上來 超過了超過了 外側速度比較快 再次被超回來 小老闆繼續走的內線 進攻成功 小老闆把內線放出來給雞群走 為什麼 這群下山太多 不然應該可以超過去的 可惜呀 好像越來越有進到內線去了 欸 又上車門一名 20圈應該已經有人進PIT了 所以謝老闆還沒有進嗎 還是進過了 主要還有我們是進過了 還沒有顯示大家進了沒 充足 前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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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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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幾乎沒有什麼跳圈的情況下 度過了半場比賽 真的有點猛啊 動作從內側進攻 差一點失控 滑了一下沒有進攻成功 沒有欠到外側的難道是瞄準這個彎嗎 這個距離 似乎有一點點猶豫不絕 我也常常回家 大家該往哪走呢 啊動作壓到路面 哇 控制住 這樣居然沒有失控 厲害厲害 接下來大家就散開了 來到第41春比賽 接近結束的謝老闆 遇上了正在纏透的我跟聖雄 不過其實當天 白天我都在錄GTS GTS的金牌公園 所以我已經開了一整天了 這時候是完全沒力 那我就想說 反正我就盡量擋 看能擋多久 算多久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猛的開呢 把尼莫跟上來了 像我把那隻被卡在這裡的話 最後兩圈 風險有點大 尼莫很窮 令我印象深刻 現在還突破了我 上一個線球了 從我的視角來看 快沒油了 應該是要進去加一下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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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進三 最後兩圈 喔喔喔喔喔喔喔 差一點窗 沒油 等等 在這裡沒油啊 啊我還很蠢的排到一檔 自己要引擎煞車 再把剩下的速度弄掉 這樣滑到何時呢 我終於滑到了 滑有過久 開到沒有啊 等等 繼續 四十二圈 第五名沒有 第二圈 同一站裡面有兩台開到沒有 也是不簡單 最後一圈的蝦老闆 尼莫離這個距離 只要蝦老闆不要有任何失誤 穩穩的跑完這一圈 應該就能穩坐第一名了 哇 哇 雅虎重置尋雅虎滑回來 讓蝦老闆吃到一點草 蝦老闆再滑了一下 天夜明就這樣被凝破剪走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地外被 腰壺積落 也不能算積落 差一點積落 就看最後幾個彎喔 有機會嗎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困難喔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要並排了嗎 差一點點 最後一個彎 能不能在終點線前超過去呢 終點就在眼前 過了 過了重點啊 恭喜你末 地名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動動進PIT的失誤吧 好可惜喔 我才在剪片的時候看到這一段 整個笑死了 直接撞上去 好 我們再次一的回顧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我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其他熊頻道 或者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掰掰